今天是7月2號 那麼今天我在呢 接著昨天的那個 就是那個黨的生日 有芥皮發揮 同一些自己的 這個兩人政策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個政策 這個為什麼40年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你不要說什麼大道理 堅持什麼 堅持鄧小平理論 堅持三個代表 堅持科技發展 堅持習近平 堅持這四個 四個人堅持 沒有一個解決台灣問題 你堅持要解決問題啊 你這樣子 這叫不能夠解決問題 這叫失信離民啊 那麼就是政治 這個如果政府不能解決問題 那麼這個就是政府的問題 那麼就是政策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成立28多年 28年就解決了這個政權 武裝奪取政權的問題 鄧小平改革開放40年 沒有解決國家主義問題 你明明告訴你 1971年就告訴你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可是我們在這裡 你給中國的原則 扯了半天也沒扯清楚 從江澤民開始一直扯到習近平 沒有把這個問題搞清楚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我們講的法制也好幹什麼呀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用人的問題 用這個 從那個江澤民到習近平 都是用的一個人 這個人就叫做王滬寧 他這個一個人的就是堅持 和平統一國兩制 我堅持 我就相信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就叫一天堂 將頑固不化 不知道改 這叫形而上學 叫片面的 主觀的這個這個這個 認識問題 非此即彼 這叫典型的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 當然不一定完全做壞 但是這樣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王滬寧的那個形而上學 還很多很多 我們說國家用人呢 這個這個 從那個 從那個 從江澤民一開始 就選了這麼一個人 這是鄭紀鴻推薦的 一個上山下山的逃兵 一個靠關系 啊 進了場 兩天半又靠關系 啊 又靠關系呢 上大學 又靠關系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和這個這個 山豬不濫之蛇 把自己打成一個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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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軍師 一個 一個 一個編論給告 這個就知道了 文人呢 文人自博啊 啊 啊 終究啊 這個 這個 誤黨誤國 我們有 中國共產黨 從一到現在 從 從這個 這個 從那個 王明博古 到這個這個 這個 陳柏達 那個那個 那個 姚文元啊 啊 這個這個 還有誰啊 這個康生 江青思 嘛 都是搞的 這一套 行為上學的東西 歸此基於 片面的 主觀的 啊 啊 啊 一心 一心一意 是發出一個片面 以偏概全的 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行為上學 我們 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歷史 我昨天講了一個 我們對事不是對人 因為我們就一直都在觀察這個 這個人 他 我們看一個人呢 不是三年五年 是十年二十年 四十年五 一百一百年 這個人他就是這個樣子 你不要看他是大學文憑 還是理論上有多少建構 我們能夠 什麼新加坡辯論的人獲獎 但是呢 他沒有能夠 transforms 腳踏實地的 搞調查研究 搞石子秋節 搞改革 搞探索 搞 搞 搞創新 他所謂的創新 就是創新的很多 一言堂,兩個確立,四個自信,歌功頌德 而自己沒有做成一件事情 他嚇神了沒有? 他懂得什麼叫評價通農嗎? 你雖然是革命幹部和家庭出身 你懂得功能嗎? 你懂得功能階級,勞動生產,電機學 你懂得什麼嗎? 從他的愛好,從他的學科 他從來對工業物理這些知識來講 就根本就是殘缺 你只學法律,學哲學,學理念 但是我覺得你的變動法都沒有學好 心理上學和變動法是一個對立的 他就是片面的主觀的看著你 所以說這個問題就形成了黨內的這個權利 現在搞的叫他們 他是講的新權威主義 就是權威主義 這個權,中國這個市黨經濟就變成了權利經濟 從十字大以前那個性知性色的討論 北京性知性色的討論 這個苗頭就是一個形而上學的苗頭 性知性色 這本身就是一個形而上學 強調社會主義 否定是資本主義 這本身就是形而上學 所以中國共產黨從建國開 建國那個時候 就犯了一個形而上學的大謀論 什麼呢?中華人民共和美國 是不是一個新國家還是新政府 共同綱領 你啊,講了一句話 那個那個呢 那個呢 那個那個 那個司徒 司徒 司徒現在就說這個東西 司徒美堂 就說如果你還在中華民國 那麼你毛澤東你就不是這個創始人 你孫中山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創始人 等於是你就不是開國光新了 毛澤東呢 這個有了隱色之心了 中國一個巨大的 一個略根性 就是人人都想當皇帝 特別是有了權多 就希望更大的權力 這個權力呢 最大的就是什麼呢 像王侯寧現在的權力有多大呢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這種權力已經到了一種啊 跟他自己的能力不相吸引的程度了 這樣的權力小人當道啊 擴國殃民呢 我今天呢 在這裡跳出三境外 不在五行中 我再 走出來 而我實際呢 在改革開放呢 從一開始 還不要說七八年改革開放 就在在農村裡就改革 就在科學種田 科學這個育種 都在施工呢 你這些東西 科學是在三大實踐中產生的 你王侯寧參加了什麼三大實踐啊 你在三大實踐當中有什麼建術 你沒有這個經歷 這個就是三大實踐 實踐啊 實操 腳踏實地 就是你的天花板 為什麼 為什麼毛澤東說那個臭老酒臭老酒呢 你不會嘴巴說 說著啊 兩岸一家親啊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你懂了嗎 現在是戰爭狀態 為什麼呢 現在軍事封鎖 什麼對抗 沒有什麼 一武對抗 購買軍火 這個就是軍事狀態嘛 明明是是軍事狀態 還談什麼 和平統一 還在整天在那裡 搞一個什麼 統一戰線是要搞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間 我們也搞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來講 不要忘記武裝鬥爭 不要忘記奪取政權的鬥爭 蔣介石國民黨 民進黨也在跟你搞奪權鬥爭 就是要奪你的圈 它有槍桿的 台湾不是香港、澳門 香港、澳門的槍桿子 是在中國人民手裏 台灣的槍桿子是在國民黨的手裏 在台獨的手裏 在獨台的手裏 所以鄧小平就犯了這麼一個 敵我不分的一個錯誤 以為和蔣經國是同學 大家中國人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 中國人最打中國人了 中國人最欺負中國人了 中國人窩裡都是全世界有名的 在國際上 坑派中國人的就是中國人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哪個國家它應該在熟悉 它不坑你坑誰啊 你看那炸麵飯 搞傳銷的都是坑自己人 自己坑自己人 一家人坑一家人呢 最後呢 最後說你中國人就越坑性了 台灣人還是孝順你 中國人愚蠢愚昧 對 無知 一點法治概念都沒有 一點腦子都不去想 毛丁文汉 這個 28 年的鬥爭就知道了 這麼一個有這麼一個概念 農夫與蛇 傳不出感情來的 傳不出感情來的 我就不相信 這個 你和平統一以後 你和平統一以後 你和平統一就不打仗了 不打仗以後 你能把這個權力 配置好 然後台灣人不坑大陸人 然後你大陸人 抓不到這個台灣人 你看看那些緬甸 那些賣血的 搞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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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銷的 搞那些電信詐騙的 都是哪裡的 很大一部分是台灣人 坑的是誰啊 坑的就是你中國人 中國人呢 太行不行了 太沒有法治概念 所以我昨天提出一個問題 你習近平讓 讓那個誰 讓那個王滬寧 閉門造車製造出來一個 新的養安政出來 王滬寧沒那本事 王滬寧能夠給你去 能夠給你去喇叭抬轎子 能給你歌功頌德 他沒有那本事 解決台灣問題 從他當選 提名二十大委員以後 到現在為止 他所作所為 所以沒有一件事 是靠譜的 什麼 海峽論壇也好 談的話我都看了 我事實際上 盧南市只怕有些人 我都欠著看他 他談不談統一 談不談武裝鬥裝 談不談反多 這是兩個 統一和不統一 這是兩個 抵我矛盾 美國法律的第一條 為什麼 今天我要提出來 思想基本原則 包括修憲 將來修憲 就是要加上一條 一個國家不允許分裂 民主自由也好 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不要搞什麼 台灣人優惠 什麼會台 台灣人特殊優惠 不要去搞那殖民地 大家都一樣 你那樣子搞 就是把老百姓 中國的老百姓 14億老百姓 看得比台灣人的 香港人澳門人低一等 憑什麼 憑你剩幾個錢 憑你這個什麼 有這個日本 美國這個支援關係 人都是平等的 在法律面前 是平等的 憑什麼 我在惠州 憑什麼他就可以 他犯了法 他就可以逍遙法外 他就可以受到你的法律保護 因為沒有的東西 他都跟你說出有來 這就是惠州法院 和那個唐經塔原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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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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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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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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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傷天害羽 啊 那個那個 坑坑坑坑坑坑騙的事情 所以法治 法治 中國的法治要改革 我我經歷四大四大訴求啊 我是帶著 帶著具體實證 這個 我有 從呢 案件 從哪這個案件開始呢 從哪來 都是地方保護體 你到地方那打電 從廣州 增城 到 我在舌口嘛 舌口 南山 到 惠州 廣東惠州 這都算改革開放前沿這個陣地了 甚至到四川 都是保護 地方保護 跟地方勾結 所以呢 一定 要發明一個 法院的 這個這個 收銀機 收銀 收銀機啊 它不講人情的 因為人是不可靠的 實際上 人是最保貴的 但是人是最不可靠的 人是可以收買的 人是可以變的 人是可以被利用的 沒有完人 從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到 到 到 習近平 沒有 百分之百的 完全 理論上 也好 我們 我們不是說哪一個人 你知道 一定會有什麼 理論上 理論上來講 這就是這麼一個 人就是這樣 他有兩面性 人他是 是動物 他都有他的判斷 他的選擇 他的選擇 就不一定是 他既然是他有個選擇權 就有兩難選擇 那就不一定 他選擇A 就不一定是 他選擇B 就對 他選擇了 選擇了假 就不一定選擇了贏 就不一定是正確 什麼只有 沒有 唯一的 什麼 鄧小平理論 唯一的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能解決太陽問題 這個就叫做 絕對的 這叫什麼 行而上前 這絕對的問題 就看問題 看問題絕對話 把人看死了 我們黨犯的錯誤就是這樣 從毛澤東犯 就把人家一出生好 他就按照出生來 在那個科學院的階級路線 就一抓階級路線 就成了這樣 你學了事不如意 就靠國有化 集體化 消滅事不足 所以 有一個傾向 跟王康的引概 就另一個傾向 所以說我為什麼說 我贊同毛澤東的 新民主主義論 後來衍生到後來 到那個改革開放 1998年的時候 我去說了新民主義統一中國呢 我認為你既然是統一了 就不要性質性色 一國兩制 就是新民主義 你公有制多一點 政府的投入多一點 它少一點 但是不能夠沒有 我們現在又回過重來 這個歷史是螺旋發展的 現在習近平又搞的 現在私有經濟前面又死了 一抓就死了 這個私有經濟 私有經濟不但是 它按照法規來 不能今天這個政策 明天又是另外一個政策 那樣子沒有這個 包括馬雲也好 騰訊也好 華為也好 這些私有經濟 不能說是華為 這是我國家培養的科技人才 我就重視 而那個阿里巴巴有的外資成分 我就不重視 但是商業就有商業的規矩 要法治經濟 你都按照法治規律 至於它什麼背景 你可以查嘛 我們現在呢 有的時候呢 就和我們看印度 對不對 就搞成民族軍的純民眾 它就搞成這種民粹主義 我們呢有說也叫做這個叫做什麼呢 空想共產主義 空想社會主義 所以我不認為啊 就是共產 共產 就是馬克思列人主義 就是一個完美的一個制度 完美的一套的辯證唯物主義論 就是一個世代 馬克思就說 我們後來我們錯了 歷史證明我們錯了 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 共產黨先言就是一句話 造反有理 收蔑私有志 就是把人都看絕對了 資產階級的必然是不學人民的 無產階級必然是起來要造反的 就不能夠核心 就不能夠一起 沒有資本家 工人也沒有辦法賺錢 你工人的資本家過了 那個什麼那個那個 那個勞動人民 或者是你叫什麼 無產階級 你就過去過了 也不能夠完全地 過去講的地主和農民 評價通通就是一個 你死我我不共戴天的一個矛盾 這個不是某個性 馬克思就把這個就 這個集中化 這個集中化呢 就叫行為上次 非死幾比 要一死一比 其實資本家農務地圖也好 很多都是由原來的農民 演變出來的 包括活血園這些都是這樣的 這種發展功能就是 你怎麼樣制約它 美國就是用稅收的方法 來把這個資本家賺到的錢 用到的國家上 這是兩個 有一個看得見的手 看不見的手 而我們呢 就看這個 你到第一個層 還沒有到三個階段 就是只看到兩圍 地主和農民 沒有看到政府在這裡的調集 你政府就是一個看不見的手嘛 所以我覺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有些東西是經不住推敲的 那行為上學就更不要說了 行為上學和馬克思 沒有農民的法是對著幹的 農民的法是農民的 本來不對著看的 但是農民的法也搞到這個 否定的就否定一切 肯定的就肯定一切 這個就叫做集中 我為什麼 我本來呢 我本來我是想把我這個 十幾個案子 還有這個案子 也留下了一兩百萬這個錢 我就打水槽 但是我覺得呢 要把它做一個歷史 做一個證據 做一個歷史 要提出來 我現在提出來 給我女兒提出來 沒有用 女兒解決不了 我給中共中央中南海提出來 我把這些案子提出來 給惠州市人民政府 人民代表大會 給廣東省看一個 讓他們來判一判這個案子 我所做的案子 廣東的、深圳的 還有廣州的、中城的 讓他們留個念想 還有白話的 因為我父親原來在那個 陸軍坦克學校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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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懷化 我就給懷化投資了三十萬 但是 你給這個投資呢 給教委 教委投資呢 結果呢 這裡又遇到了全力勾結 就是要下去你的利潤 你這裡稍微有一點馬虎 稍微有點過度的相信人家 你哪怕是同學 這個朋友都會坑你的 原來老同事 原來保濟的老同事 都會坑你的 坑你的 他不是直接坑你 而是通過一個中間商來坑你 讓你套夠你來買什麼東西 買他的產品呢 買他的 然後他終於撈起回扣 所以這個就叫市場經濟 這個就叫做全力 這個裡面 如果 如果你在不講理的話 你要去找這個 找這個 你要找打官司呢 那麼就會遇到 另外一層的 更上一層樓 就三圍的 就深圍的一個打擊 你在你這個 在這個平濟 你這個平面上 你跟你朋友去做生意 你也是甲方癮方 但是你最後到了法院這個 又變成生了一級了 生了一級還是也不明白 它只要是人 處法不足以自行 它有法律 但是它不按 這個是執法人 它不按著法律來執行 這個就是中國特色的 權力經濟 不能叫市場經濟 市負責經濟 這個叫做花明治 這個掩蓋了裡面的污泥鎖水 人看不清 這個是永遠都會有的 這個權力經濟 美國這個市場經濟搞的正中間 到現在還是有 實際上它不敢 這些不敢阻礙 因為它法律它比較嚴苛 它調查起來比較嚴苛 中國的法律現在漏洞很大 現場很多 那麼後來班長我直接收手了 下海就不上岸了洗手 進邊洗手我不幹了 這麼亂七八糟 我在香港七八年 沒有遇到這麼多五七八糟的事情 這個都是 到了大陸都是自己人坑自己人的 那麼法院也在那裡都拉偏價 所以說我這個這個傷了心了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 從 從 從 然後一直到 這個 就上岸 然後就 乾脆甩手不幹 房子也不要了 那個什麼 什麼也 車子也不要了 我都 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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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有什麼 清了 一退休我就到沒有這兒來了 到沒有我換個天氣 我心情就好了 我在那裡看著那些 看著那些 看著那些帳單 看著那些判決書 我來氣啊 那生 活不了幾天啊 我 我父親那個時候 我父親活到76 就活到我這個歲數 殺手賓館走了 我還真的活到76歲 我還這麼興致婆婆 就是因為我把那個放下 留餘 就留餘 我把這些事情 就留在那兒 讓後人去評說 但是我原來想 就留餘 不行 你留餘我這樣子 打了水坑了 沒有人 我這次去 到了四川一看 那些同學 不知道這回事 還以為我 還以為我 就糊裡糊塗了 所以我要把這個事 讓它真相大白 我做的 我做什麼 我就讓它 天下人都不知道 我不為民不為律 對吧 不為官 對吧 我讓大家弄個清白 討個公道 你出去打官司 我討個公道 討個說法 你為什麼法院 你這麼判 你為什麼把黑的說成 本來沒有的東西 你要說成 最後官司直進完了 你是共產黨的法官 還是國民黨的 還是奸商的法官 這共產黨 這個腐敗 就是從上 從上到下 開始的 全一層一層的 一層一層的腐敗 所以這個樣子 如果習二上學不改 那麼就會走到 亡黨亡國的地步 王滬寧不下台 這個 漢國亡國亡民 那就 那就一直就會操作下去 所以二十大 二十大 二十一大 習近平還連連 你們台灣問題也沒解決 你就是王高於法 你就是 所以 如果拜登說你是獨裁的話 這個問題你就要正言反聽 你想想為什麼要說你是獨裁 你搞一言堂 兩個確立 四個自信 說來說去就是獨裁你 這個呢 聽到人家 君子呢 就文過哲喜 小人呢 就記住這個仇 童兮兮 我把這個話說出來 因為我沒有利害關係 我在旁觀者清 你 你別搞那麼 別去那麼做呀 你 你把大權獨攬了 你這不是皇帝嗎 你這不是王權嗎 你這不是王權嗎 你做的事情 就是 封建皇帝做的事情 一樣嗎 幾千年的封建制度 儒家學說 就是君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我們是下級 普通上級 全黨普通中央 不就是皇帝制嗎 就是帝王制嗎 我們寫了那麼多信 寫了那麼多忠告 在過去的皇帝 在封建社會 在封建社會 有皇帝的時候 都還有清官來斷家務士呢 我們在封建黨的天地 我們有理說不清 黑的和白的分不清 這就是 我布朗四十年 在中國建設五十年 就沒見過這樣的一個社會主義 所以悲哀啊 我說的話 這絕不是帶有任何一點情緒 那都是血 血和淚啊 生生是淚 自自是血啊 這金錢打出來的 動不動就幾十萬 幾百萬 沒了 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人家說你把這些錢 買成房子 這個比你投資的好 投資這個商業 商場太可怕 洩贏太多 看不見的那個砍蛋 是喜砍喜砍 疫情上是喜砍 險中之險 險上加險 一個錢 一個錢 套的一個錢 這個就是艱難潛苦 但我過來 我過來什麼呢 我感覺得了 慶幸地過來 為什麼我很高興呢 家和萬事先 我有這麼一個家 老婆女兒 孫子 兩個孫子最近我也感覺得非常開心 長高長大了 那些女兒特別聰明 考到馬里蘭州呢 第二個最好的學校 私家學校了 從一般的公家學校 轉到考到了私家學校 然後這個是第二名的 外孫子也很聰明 現在打球 打球現在打那個網球 打到國家級 打這個網球 16歲 打到國家級 然後呢 學校呢也不錯 學校馬上也到 馬里蘭的第二所 排名第二的學校 這就行了 他們只要能夠自己 把這個自己能夠 能夠學愛的東西 能夠做好 這個就是給美國也 培養接班人了 我呢也沒有任何的要求 我在美國呢 就希望美國能夠更好 明天會更好 美中關係會更好 所以美中關係好了呢 在美國的華人呢 也能生活得好一點 所以我不希望美國垮佔 也不希望中國垮佔 也不希望兩岸能夠打上 但是台獨你要去搞台獨 那就對不起了 你不能用這種和平依賴的方法 和平拖的方法 所以你中國共產黨 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我就想辦法 另外一種 另批習近 我看出來了 如果習近平 再還是堅持用王滬平 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哪怕有 我們有百萬雄師 也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因為他的政策就擺在那裡 他的心態就擺在那裡 他就根本沒有一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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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敵情觀念 我告訴你 真正的敵情觀念 是在統一以後 如果你還這麼搞 還這麼搞得無言脹氣 還這麼搞得腐敗 全權交易腐敗 台商 他賄賂你 一般賄賂你 一般還要告你 為什麼美國他不敢 你賄賂了某一個官員 到最後人家反過來告你的時候 你還沒辦法算 美國也是靠 這個腐敗 那個議會 都是靠這個這個用金 這個收入金 台灣是大把大把的收買這個 美國的意願 眾議願參議員 那如果是兩岸統一了 這個矛盾就變成了本中大陸和鞏固這個政權的問題 那個就不叫社會主義 台灣是社會主義 台灣是三民主義 大陸是社會主義 你不同意 你這個生命更不好管理 你只有統一了 你法律統一了 你才能夠管理這些地步板塊用 你才能管理這個台獨獨台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真正派來搞你憋覆的政權的 五百五十米政權的 這個 這個 國內外的 這個 這個 反正派 這個武裝鬥洞 所以我提出的武裝鬥洞 到 一百年以後 也不能放下武器 所以呢 現在呢 王滬寧呢 他是放下武器 一地成佛 你這個 這個 這個呢 圖善 不能圖善 圖善不足以為正 說得好聽你不可以 這樣的人呢 所謂自己的假善人 偽善人呢 不可以從正的 我今天呢 就談四 我不知道幾 我就談四個 我本來就 我本來就列了 列了一個提高 談四個問題 就四下方法 第一 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 我們現在統一戰線 很大的問題 統一戰線 國台辦的問題很大 這個結構不合理 政策方向不合理 目標不合理 這下面都是陷阱 政策不合理 回臺政策不合理 你沒有考察哪一個事 就沒有工作做得很粗草 你至於 培養了大量的地方 地方保護主義 權力勾結的話 這個 這個惡性的生產鏈 就像種子裡的蛔蟲一樣 國台辦是個 常鋒納購的地方 就是統一戰線 武裝道德 武裝道德呢我就不談了 但是我談一個戰爭法 戰爭法 既然我們今天現在要緩 對國家就談個戰爭法 戰爭法 我們現在呢 戰爭還沒有結束 現在正是戰爭的進行時了 那麼就是 首先有個 就是外方 中國的那個什麼 這個主權內的內戰呢 外方不可以介入的 如果是哪個介入 中國的內戰 那麼這個國家就是 遭到中國的打擊 這句話怎麼說呢 這麼說 作戰各方 必須是合法的參戰者 交戰者 交戰各方 必須是合法的交戰者 你如果韓戰 韓國人來參戰 日本人來利用 日本的基地 菲律賓利用菲律賓利用 那麼菲律賓就遭受連帶打擊 連帶責任 我們現在在戰爭宣戰之前 就要講明著這個道理 戰爭法有很多條件 依法使用作戰的方法和手段 俄羅斯和福克蘭戰爭 現在依法來使用手段 但是這個陸戰法和海戰法還不一樣 那麼戰爭的這個階段呢 不過說呢 你必須 你投降 這個結局一定是投降 一個簽訂和平協議 所以 退縮 退縮 永不參戰 把權力交出來 台灣這個土地交出來 台灣是一個非主 非中華民國 非政府 非官方的一個機構 所以 駐軍權沒有 鄧小平那個 一國兩制政策 過時了 歷史證明是錯誤的 是敵我不分的 是正敵為友的 所以鄧小平的理論 不是只有沒有唯一正確的 不是要堅持鄧小平理論 而是堅持真理 修正錯誤 包括從毛澤東開始 那個 那個中華人民國文國 就是中華人民 就是中華人民國 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錯誤要糾正過來 在什麼 在統一的過程中 我們糾正過來 在第三共和 糾正過來 聯合國它以為不可能變 聯合國它為什麼變 它要經過 安理會的操作 你中華人民國 是代表著中華民國 你不是代表中國 中國是哪個中國 要具體的來表示 這是中華民國 所以你註冊的 就是中華民國 你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軍事動作 這個法律動作 武器 這個交談方案 封鎖 海上封鎖 這些法律問題 美國它沒有干涉 中國的權力 不管從 聯合公報 三個聯合公報 台灣關係法 都沒有干涉 中國的權力 美國絕對不會 進入台灣的 台海戰爭問題 也絕對沒有勝算 你國內 你不要 那些人 包括什麼 那個 那個 不要那麼這樣 膽小鬼 你該解決你的權力 就是你的權力 你怎麼自己的東西 拿著自己 從台灣自己 應許之地 你自己把自己的地 拿回來 都那麼捏手捏腳 前把狼後把狗 那你還是不是 就是說 那個 華夏 這個 無疑是男人 怎麼說 無疑是男人 所以 習近平不是說 蘇聯沒有一個 俄羅斯沒有 無疑是男人 普京不是男人 你習近平不是男人嗎 你為什麼 台灣問題拿不到 拿不回來呢 你男人 男人解決不了問題 你是沒這個膽 你打得一拳開 你說的行嗎 免得百全來 你一會兒清楚 一會兒糊塗 你首先 你一看到 一看到王滬民 就糊塗了 一看到這個 台灣這個 這個 什麼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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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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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 不敢承認自己 是中華民國 這個就好像自己 我原來姓馬 我現在姓李 我 因為我 我夫人原來 在台灣的時候 到大陸來 就重新做人 脫胎換腹 我跟我媽姓 我跟我媽姓 這是什麼呢 因為我歷史 就這麼回事 人還是我這個人 中國這個土地 還是這個中國的土地 你繼承的權力 還都是中華民國的權力 你怎麼就不敢說自己是中華民國呢 中華民國就那麼爛 這個憲法 將來的憲法一定要改 這一國兩制和社會主義之事 都要推敲 你因為統一之後 對 全中國人民就不一定都是社會主義 台灣也好 都要統一 不能一個國家有幾個地方的格局 對吧 那你看哪個地方不能去啊 只有中國在這 這個地方不能去 那個地方不能去 美國這個 中的幫助室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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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臥室 都可以參觀 老百姓都可以參觀 我們搞的深陷病了 這個就是不說 這個是小問題 第二 第三個呢 就是經濟建設 經歷 黨的建設就不要說了 黨的建設就 本來是隨著經濟建設來講 黨不能單獨列出來 你黨的建設 你現在已經做得夠好了 黨的建設 你關鍵是人 各地黨 各地黨委 各地黨人 你那個 你執行的政策入憲 如果你還繼續執行這種 核心 這個核心領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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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 這個 政府行為 不合法 沒有這個權利 法律上沒有這個權利 你 按照直接法 你國家主席 你不能完成國家主任 你就要自動辭職 還要 還要 還要謝罪 還要做檢討 你為什麼不能完成國家主任 你要自己檢討 有沒有檢討 從江澤民 從胡錦濤 從習近平 哪一個 做了這麼多年了 哪一個檢討自己沒有完成國家主任 那個 那個政府報告的時候 你有沒有檢討 你國家主席有沒有檢討 黨的主席有沒有檢討 軍委主席有沒有 向全國人民檢討 我沒有完成那個國家主任的任務 這個就是 職權法就是告訴你 授予你的權利 你必須完成 我是當 當那個 這個經理的 基層管理來講 我 我要求我的 企業的這個員工 我今天做這個任務 今天規定指標 你必須做完 你做不完的話 那你按照這個定規 你做完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加班加點沒有做完 這是你的責任 什麼叫盡責任 盡心盡責 你不操心不盡責 毛骨寧就是不操心 光是在那賣嘴皮子 什麼 什麼三個代表啊 那個科學發展嘛 到最後你自己做成 到了什麼階段呢 你到底有個檢驗的標準是什麼 有沒有上一個 上一個檔次 有沒有 台湾問題 有沒有解決一個 有進一步犯的 沒有 40年之後 兩岸關係 越倒退了 這螺旋發展要回去了 比40年前還要差 這就是王滬寧 我要歸著第一個人 就歸著著王滬寧 你制定了政策嘛 你目標定錯了 所以你達不到這個目標 你沒有這個效率 你效率什麼 時間就是今天效率的生命 這是我們公司的一個 提出來一個 給中國大陸做的一個榜樣 這是我們公司提出來的 我就這個公司 世界上的第一把手 名義上的第二把手 因為我們原來的余德海 它是工業區的 工業區後來就調了生命事情 我是招聘來的 然後就在那裡 時間就是今天效率的生命 時間在我們手裡頭 沒有把它變成生產力 沒有變成把國家統一的一個競爭力 沒有變成一個 沒有形成一個 兩岸一個國家的凝聚力 你為什麼沒有 因為你的名字起的不對 名不正直言不順 中華人民共和就是中華民共 這叫名正言順 你名不正直言不順 你給台灣人 就因為這個名字 你就搞不清楚 所以一個兔子 他在弟弟跑 一直走到街上去 大家都在去 因為他沒有組 當他有了組了 大家在市場上賣 他就沒人去找 你統一了 國家沒人去找 沒人去找 沒人去找 除非你內部 內部就是看你的政策 你將來怎麼樣 實行內部的政策 所以你怎麼開放也好 你允不允許人家 臺灣人罵你共產黨 允不允許臺灣人罵你習近平 這是統一後的大問題 統一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剛成立以後 五年內六十年內 都在搞肅反 肅反的命 到了文化大革命 我父親還把 抓了一波又一波 又把我父親給抓進去 抓到牛棚裡去 那個倒是 大家都算 還沒有 沒有什麼太大的 但是懷疑一些 也不覺得 他會找到另外一個集團 歷史是這麼螺旋發展起來 將來統一以後 也會進一步肅清反革命 有這麼多 所以呢 你要是搞台獨的人 最好離開臺灣 我這個把這個 統一 國家統一分成了 統一前 武裝鬥爭 統一戰線 經濟建設 法治建設 你這四個搞好了 台灣就統一了 美國就相信 你能夠搞好這個統一 那麼 台獨他心情難戰 他就不敢在台灣待了 他就走了 到日本去 到美國去 這個驅逐了 有什麼不好呢 去 這叫流放 我們把這種呢 留島不留人 這個就叫做 你要是中國人 你就留下來 你不是中國人 對不起 而且我這裡不歡迎 不收留 不收留 不收留台獨 不像 臺灣人 蔣介石 我三十萬移民 日本的移民 一老一少 我把他接收過來 結果發生了228事件 蔣介石愚蠢的地方很多了 228事件接收的時候 815 815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 日本人 日本就大印台幣 這個就叫貨幣經濟 這個就叫貨幣經濟 因為大幣的貨幣經濟 然後 這個就是等於 等於大量印鈔 就把物資呢 台灣的物資 就收框乾淨了 然後有的就通過 日本人就把它轉進到日本去 這個世界 台灣的市場就這麼大 物資就這麼多 這個買空了呀 所以經濟蕭條 又經濟蕭條呢 台灣人跑到台灣 大陸人跑到台灣去 那些官僚呢 就貪污腐敗 就是狗屈出來 牛馬不如 所以腐敗之聲 然後就出現了混亂 混亂呢 這個混亂呢 就像我們現在大陸的市館 那個城管 城管去 雞拿那個小販 亂擺攤子 撕煙嘛 我媽媽就在那煙草 說賣也行嘛 這個事兒清清楚楚 台灣那點事兒 炒了炒去 炒了幾十年了 蔣介石還背了就揮霍 蔣介石那個時候忙著 在大陸的撤退呀 搞那個 搞內戰那個撤退呀 台灣那時候管不上 這邊陳城呢 台灣那邊陳城呢 就把這個 因為要把這個 沒辦法 台灣亂了 就沒辦法交代了 所以就搞了這個 這個這個 所以呢 就出現了震撼 然後就 然後就出現暴霍 你台灣你將來 你將來 解放台灣的時候 那麼反抗就是台東分子 台東你是隔山無論的 如果在戰爭上 你是隔山無論的 他要不放下武器 要不拿著武器 就要核察不論的 對吧 那麼這個事情 沒有辦法 你因為你將來也是要 將來也是要鬥爭的 你統一以後 也是要和台東獨台做造成的 你不能夠 由於心思手軟 就是兩岸一家親呀 血濃一水呀 誰跟你血血濃一水 坑你錢之後沒商量 台商在進行詐騙的時候 你死去回來 你傷掉了 你沒有人殺一個可憐你 只能肯定一個可憐你 無知 可憐你的領導 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就無知 又是 沒有這個 這個 移情觀念 所以說呢 這個 因為市場本來就無情人 這個 例如就那麼多 這個地方 本來就是中國的地方 你不要 我就站著 我能愛一天是試一天 你